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我们会看到在十七节开始 会提到一个受损的聚会 还有朝义的聚会 那什么样的聚会是可以得到益处 什么样的聚会会产生损害呢 那首先一个会产生损害的聚会 就是存在分裂 分党结派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八节说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 也彼此分门别类 为稍微信这话 那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聚会 其实在古代的社会当中 他们有很多社交的聚会 那他们有一个很经常的习俗 就是他们会聚在一起聚餐 所以有一种聚会叫做Elaros 其实就是有点像现在的Parla 自己带自己的食品放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来吃饭 所以在早期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习俗 叫做Agape 叫爱宴 所以当基督徒带他们的食物 放在一起 坐下来一起用餐 是一个很可爱的习俗 这也是一个建立基督徒 团契的一个途径 但是在哥林多教会 这种爱宴就变质了 因为在教会里面 有富足的 有贫穷的 有些人带来丰富的食物 有些人却什么都带不来 所以有很多贫苦的奴隶 可能爱宴是他们在一星期当中 可以好好去吃的一顿饭 但是在哥林多 这种分享的精神就没有了 有钱的人不愿意分享他们的食物 结果只有有钱的人组成小组 赶快把饭吃完 不想跟穷人分享 结果穷人就没有什么东西吃 所以这一餐本来是要消除 在教会里面阶级的不同 但反而却增加了弟兄姊妹的分歧 所以保罗就特别的斥责这一件事情 那分党结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两个字 叫自私 所以那边说 十九节说 在你们中间不没有分门 结党的事好 叫那些有经验的人 可以显明出来 其实在各种不同的组织当中 都会包含各种不同意见的人 这个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当我们的思想 跟人不同的时候 如果我们继续能够愿意去沟通分享 我们就可以了解许多 跟我们一些不同的人群 可以扩大我们客观的眼界 也会增加我们的这个怜悯之心 或者是一个同理心 但是如果我们刻意跟某些人群去隔绝 组成自己的党派 把这些人留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对他产生同情跟爱心 那今天教会内部分党结派 越来越剧烈的原因 其实就是慢慢会变成一个自我隔绝的群体 因为当自我隔绝的话 就会变得更加僵硬、自私、吝啬、小气 不在乎别人死活 只在乎自己好不好、快不快乐 而今天有很多教会也是自我隔绝 在四面墙里面舒服快乐 不管世人的死活 那这种自私的群体、自私的教会 当他聚会越多就越受损害 损害自己也损害他人 那自私的人所倚靠的其实是自己 而不是神的供应 所以保罗特别说 这个不是在吃主的晚餐 如果在当时的背景里面 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 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教会 他忘了分享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 人只是把他的东西据为己有 或是为他们自己的小团体的一些人 来谋福利 所以这些人连做基督徒都谈不上 真正的基督徒其实是不忍看见自己有的太多 而别人有的不足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光荣 不是小心防着自己的权利 而是愿意慷慨的给人 所以自私的人就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强取豪夺 来作为生命的依赖 他完全忘记说 我们的主是一个丰富供应的主 所以保罗说 他们不是吃主的晚餐 一点都不错 因为他们跟主是毫无关系的 反而叫纠战雀巢反客为主 把自己当作这个晚餐的主人 那自私的行为 其实也是一个藐视神教会的行为 因为不顾念其他肢体的需要 这个是在十一章二十二节所提到的 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 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没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 我不称赞 那其实当我们自私的时候 就是一种藐视 因为早期的教会 在古代的世界里 是唯一可以打破社会各阶层的地方 在那里每一个阶层当中 其实就没有很明确的划分 虽然这里面的主成分子 有些是自由的人 有些是奴隶 有些是希腊人 有些是野蛮人 有些是外邦人 有些是犹太人 有些是罗马的公民 有些是血统较低的人 有些可能是有文化的 有些是没有文化的 但是教会的里面就不论阶级的 所以当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等的 所以有一个伟大的教会的历史家 曾经为早期基督教会写这样说 说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几乎完全解决了 当时罗马跟现代欧洲所困扰的问题 他们提高妇女的地位 恢复劳工的神圣 废族乞丐消灭奴隶的痛苦 所以这些革命的秘诀 就是在那个主的晚餐当中 一切的种族跟阶级的自私 都全部被废弃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会 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没有阶级 平等 大家一起去分享 所以当教会产生自私阶级或视力眼的时候 其实就是藐视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 因为我们知道说教会就是基督徒所组成的 而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藐视任何一位在主内的肢体 就是藐视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以任何一个在教会里面 逢淫拍马 胡家虎威或是轻视弱者 亏待他人的事情 都是藐视神 亵渎神的事情 所以一个自私的聚会 就是在一个最终的聚会 那再多的属灵仪式或是听道 都是无稽于事的 所以在29节就提到说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吃喝自己的罪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一群人并没有认识到说自己有罪的 所以任何属灵的仪式 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 而不存在任何的果效 所以即使耶稣的宝血存在赦免 但人如果不是带着认罪的心去领受 就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他只是带着罪去吃这个普通的品 跟普通的葡萄汁 甚至可能罪上加罪 因为他污染了这个神圣的礼仪 所以这样的聚会就是一个受损的聚会 聚会越多越受损 最后就是被神所管教 所以在30节说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 死了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损 这个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他就遭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 那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受损的聚会当中 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他们仍然是结党纷争 但是这些不幸的事情并不是要去毁灭他们 而是要管教他们 惩戒他们 让这些人可以归正 那反过来一个可以得到益处的教会 是怎么样的一个聚会呢 第一个 这样的聚会是一个根据圣经原则的聚会 就是从主领受的 所以保罗在23节就提到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缘是从主领受的 那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的聚会呢 其实不过是所谓社交的联谊 只是消磨无聊的时间 那神就不喜悦这种浪费时间跟生命的聚会 基督徒的聚会必须建立在圣经的根源 是从主领受的 而且存在大使命的目的 不管是我们做神话语的造就装备 或是福音的啥种御工 都必须有从主领受的负担 这才有意义 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更多警醒这一点 神固然没有禁止基督徒 有些连移跟放松的聚会 或是特别的活动 但如果常常在这样的活动当中的话 其实是偏离了神所托付给基督徒的一个责任 而且浪费神所赐这个宝贵的光明 第二个一个得益处的聚会是以基督为中心 那就是说纪念主的榜样 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的一个聚会 所以在二十四节说 祝希的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当耶稣在说这饼的时候说 这个是我的身体 那其实就代表说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 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牺牲的一个事实 他也提到那个杯 这个杯是耶稣为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 所以不管是饼跟杯所代表的都是 耶稣他牺牲自己 为了要成全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赎的意义 所以当耶稣说你要纪念我的时候 那么这一种的纪念不单是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的受使 而且是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榜样 所以在聚会的当中 绝对不能是以自私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而是要学习怎么样像耶稣一样去牺牲 牺牲自己 然后去成全对方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里面聚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赐福 才会进到这样的一个聚会的里头 所以不管是在聚会还是爱宴 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去让对方 或让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得到益处 那这个是得到益处的一个聚会 所必须要有的一个特质 那第三个可以得到益处的聚会 必须要纪念主所立的新约 这是以神的话为重 在十一章二十五节说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那这个新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西伯来书八章第十节那边说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相邻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 所以这个新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得到造就 所以如果在一个基督徒的聚会的当中 不去高举上帝的话语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聚会就会充满人的话语 那人的话语往往所带来的就是纷争 人的话语所带来就是一些价值观的不同 一些的反抗 或者说一些的冲突 但是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带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标准 让我们进到那个合一的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神的聚会的当中 要得到益处的话 好好去学习神的话语绝对是一个关键 因为神的话语它才会带来一个能力 神的话语才能够带来那个生命去改变的一个力量 也可以带来那个生活更新的一个力量 另外在神所纪念的新约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在神的爱当中要去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那么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 在基伯来书八章十二节时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嫌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爱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提到说 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 所以今天在一个得着益处的一个聚会当中 除了神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神的爱 那么神的爱怎么样在这个聚会的当中 实际的去彰显出来 那么这个其实是基督徒要去操练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要知道说能够吸引这些外邦人 或是这些所谓的木道朋友到这个教会来或是聚会当中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这两个因素是世界没有办法提供他们的 一个就是神的话叫做真理 一个就是神的爱 那个没有虚伪 没有去卫装的那一种爱 那个只能够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去得到的 所以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一个聚会 如果能够把神的爱跟神的话 能够好好的去高举起来的时候 其实很自然就会吸引很多人进到这个小组 或是所谓的团契的里头 聚会得益处的第五个关键是 聚会当中要合适的态度 要按着真理要省察自己 而且要保持合一 这是在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所提到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使只等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生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聚会当中提到的 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说 不按理吃这饼喝这杯 这不按理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那这可以包含两重的意义 那这每一件都是相当的真实的 那这两重的意义包括什么呢 第一重的意义就是说 这意味着这些不按理吃饼喝杯的这个人 不明白说这个聚会的这个重要的神圣意义 也许他吃的时候并没有很虔诚去领受 没有那一种真实的爱心信心在里头 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 意味着说基督的身体在圣经的当中 其实我们一直指的是教会 如果我们看下一章就会发现 在哥林多前十二章里 这个保罗斥责那些只结党纷争的人 分裂教会 因此很可能这些不按着理去领受圣参的人 是不知道说整个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当他再进到这个聚会的里面 他还是跟他的弟兄姐妹 产生一些的偏见 怨恨埋怨 或者有一些轻视的心 所以当他带了这样的一个不合一的心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那就没有意义的 所以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说这些人没有感受到那个圣礼或是那个聚会的伟大 那也没有感受到耶稣为他而死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明白 当我们回到这个聚会里面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从聚会当中得到益处 第一个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合一 那个是一个关键 如果我们带着那种的分裂苦毒怨恨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样的圣礼或领受什么样的信息 都很难帮助我们能够生命有所成长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自我省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隐藏的罪 是不是存在这一些的恨意在这个里头 以至于让我们拦阻了我们去领受那个上面来的更好的祝福 那个这是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去提醒 那最后一个呢 一个要得着益处的聚会就要彼此等待 要有次序 而且要去顾念这些软弱者的需要 学习道成肉身的精神 所以在33节说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是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那么这个彼此等待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其实在教会当中 当然有些人是比较能干的 有些人可能他是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那有些人他是比较忙碌比较少的时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些比较多一点时间 或者说在信心比较刚强的 比较有能力的人 必须要学习去等候 去等待这些比较软弱的 时间比较有限制的这一些的弟兄姊妹 其实基督要我们在聚会当中所学习 所操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学习怎么样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去相处 所以聚会的本身 当然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 神的爱的当中去领受到很多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在这当中 生命得到真实的成熟的时候呢 就要学习真的去顾念 去等候 去帮助那一些软弱的肢体 只有当这个所有的肢体一起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聚会才能够整体被基督所喜悦 那么基督的赐福才能够得到 才会进到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 使我们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得着益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当中 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受损的聚会是什么样的聚会 一个有益的聚会是什么样的聚会 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一直聚会聚会 或者在教主里一直聚会聚会 就一定是好事情 请记得如果那个态度不对 那个心态不对 那个方向不对 那个内容不对的时候 可能聚会越多就越受损 但相反过来 如果我们很能够明白 在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 聚会的意义的时候 每一次的聚会 我们就可以从当中去得到上帝的赐福 所以愿上帝赐福你们 帮助我们的提瘟